觀眾記者人目前外在地方就是在台大的體育館 可以看到在台大體育館的外牆呢 是已經擺上了大大的NVIDIA LOGO 就是因為在今天晚間7點鐘左右的時候 揮答執行長黃仁勳 就要來到台大體育館進行有關Computex相關的演講 那麼在我旁邊呢 就是今天是有報名成功是可以來參加演講的民眾 那麼呢雖然今天呢戶外天空不作美 但是依舊不解民眾的熱情 而且現場主辦單位非常的貼心 原本是有架設這個遮雨棚 但是由於要來報到的民眾實在太多了 全部都是已經排到了遮雨棚外面 但是大家是依舊早早來排隊撐著傘 那麼也有很多的民眾是非常期待在今天晚上 可以看到黃仁勳本尊 來聽一段稍早訪問 看看可不可以看他分享新的應用 對 也上次是講機器了嘛 看這次有沒有新的 聽一下就是黃先生對AI的一個領域上面 在相關產業跟產業內上面 還有其他的一些發展的狀況 五點多才會開放嘛 所以就就不想站這麼久了 就帶個板凳 提前來卡威是想要近距離可以趕 對啊就想做第一排 在今天晚上呢預計在七點鐘的時候 揮大執行長黃仁勳就會來到台大體育館登場 跟大家進行有關Computex的演桌 而聚全呢幫這個揮大代工的台積電總裁魏哲家 以及鴻海的董事長劉揚偉呢 他們都是會來到現場的 那麼至於呢也有消息傳出說在現場也會提供精美的小禮物 而且在演講開始之前也會有一個Prevent Party可以讓參與的民眾呢 先來這個暖暖場活動活動一下熱鬧氣氛 那麼呢有很多的民眾今天呢都表示說他們想要站在第一排 可以近距離的來跟黃仁勳互動 所以呢是提前大概兩三個小時就來到現場陪對了